今天來喝星巴克 為什麼呢? 今天又認識了一個好朋友 是我們小當家的好朋友 嗨 跟他的美女朋友 家家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好像是台中港 三井Outlet 我們已經來過好幾次了 每次都約這家星巴克 連店員都快認識我們了 所以今天我們約這邊是怎麼樣? 主要是他從桃園過來 剛好他想分享自己買的房子 他買的房子想要來分享對不對? 所以是買在台中港 這個交給他 所以你的房子是買在台中港的什麼案子? 協和風景 協和建設的 因為我買的是食品屋 所以我們待會就帶門去參觀 食品屋所以可以直接入住的意思 那我們就咖啡喝完 直接就到家家的新家去囉 那我們就Let's go 你們這邊好像就是三井Outlet 最近人越來越多的感覺 平時會來這邊逛嗎? 其實當然是沒時間的 但是有時候下班還是會過來這邊 買一下衣服 吃個飯 那跟朋友會約這裡? 對啊 因為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餐廳可以選擇 很多很多餐廳 比如說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家? 我最喜歡的是東京豆腐 東京豆腐? 我覺得它很好吃 東京豆腐很好吃 下次來品嘗看看 那我們就繼續走囉 家家今天是平日 早上 怎麼車子這麼多 所以代表說 山景Outlet 在平日也是蠻多人會來逛的 對 非常多 車子幾乎很多是滿的 那我們先到這附近周圍繞一下 這個是連月增嗎? 對 連月第三期 據說當時也造成很大的轟動 這是桶化區唯一海景房 唯一海景房 而且也是突破天際線的那一個房子 據說是第一個賣到28萬的房子 但是現在都超過了 據說遠雄啊 什麼附近都已經拓30萬了 對 都已經拓30幾萬了 然後最新有一個連月新 是不是? 第四期的 聽說賣到38萬 對 它現在兩房高樓 一坪單價大約在38萬 那這對於你們重劃區的這些購戶應該很爽 看到人家開高價 那我的房子代價而估 這塊是秦美的 這邊是秦美 目前看起來都是草耶 對 目前還沒開發 那這個是? 這是潤泰 哦 所以如果潤泰跟秦美 秦美就是綠園道那個 對不對 陳平那個 陳平綠園道 如果他來這邊開發的話 你說這是商場對不對 對 有可能蓋成商場 對 它在台北市也有規劃好栽 秦美普真 它規劃房子 哦 普真我知道 在大安森林公園那邊 對 他也不會蓋便宜的房子 原來是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已經快到你的房子那邊 我看那邊房子很多 對 欸 進來了 一進來了以後呢 家家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 已經去張羅了 超漂亮 果然是食品屋啦 先從玄關這邊跟大家分享起 這是配三星的電子鎖 欸 家家 三星電子鎖是標配 還是後來你們食品屋自己裝了 這都是我們的標配 這些都是標配 對對對 食品啊 要吃飯 等一下 你買幾房的房型 這間是十八瓶的四房 四房 對 然後我們這次裝潢 我們是改成三房的房子 哦 難怪 看起來超大間 給大家看一下 哇 超美的 這真的 等一下我們是在樣品屋 還是真的裝潢好 這是可以用的 是不是 真的耶 我們來看一下 先從玄關這邊看過來 它進來以後有一個落成區 整個都做好一個落成區 這邊有櫃體 這邊應該是鞋櫃之類的 打開來看一下 應該還沒東西 欸 住進來了嗎 還沒 還沒啦 然後這兩旁有這個 有一點像鞋櫃和置物櫃 特別喔 坐在這邊 有一個類似化妝台 出門的時候 梳妝打扮 那這個應該是one touch 真的one touch 關了以後 仿豪宅風格了 是不是 進來 這個軟件到時候會不會拿走 不會 真的直接留給你 對 送給我 然後這樣子進來了以後 它是一個客餐廳 開放室的格局 它現在裝潢是這樣 那你說的室改三是哪一個地方改掉 這邊原來還有一個臥室 這邊有一個臥室 空間 然後把它改掉變成一個餐廳 這個餐廳這樣子弄超有質感的 它這個是48坪 所以應該算是 如果改三房的話算是一個大三房 所以應該會有比較多人住在一起 所以你現在單身嗎 對 單身 你需要這麼大的空間喔 我想說就是把桃園的家人 然後一起帶過來台中住 你是桃園人 桃園人怎麼會買這邊 因為我工作目前都是在台中 台中 對 然後未來在這個附近 還有很多很多的 人家是北漂 它是南漂 中漂 中漂 所以未來有可能家人就是一起住在這邊 所以空間可能需要比較大就對了 那進來了以後 它這個整排的櫃體以外 它還做一些 有一點像展示的區域 鞋子啊什麼的都放在下面 這真的是食品屋 之前還很多人來這邊看房子 拖鞋都還在 拖鞋不會也是附贈的吧 然後過來了以後呢 它這邊有做一個這個台面 食材台面的 那我看過有一些那個設計 這邊還會做一個類似IH爐 在這邊做一些輕食啊 或者是火鍋烤火鍋之類的 那你沒有做啦 當時樣品屋食品屋的時候沒做 但是這樣也蠻有質感的 這邊可以放一些咖啡機 或下午茶 然後這邊 展示的區域很多 可以放一些書 那這邊有一些櫃體 你知道嗎 什麼放書 這是放泡麵的區域 泡麵啊 還有一些那個 雜物 雜物都放這邊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進來這邊 厨房 這個案子的廚房算是 比較標準 就是配三機的部分 也是 林內的三機 大概是這樣 但是因為它 空間大 格局大 所以它旁邊這一塊 又可以做一個電氣櫃 又標配了一個 SMAGO的 這個 微波爐 然後這邊 冰箱就放這邊 空間算是非常夠用 我們再往這邊看過來 三房的部分 最重 很大間 看一下它這個客廳 來 坐下 單身的女生 很久沒有這個青春的 這樣子看過去 大概有個三米左右的面寬 差不多 三米的面寬 我們放一個70到75吋 超爽的 晚上看電影的時候 就是要搭配這種氛圍 然後這邊還要放幾朵花 跟這個 然後這邊 前面 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台 前面有一個陽台 然後它的天花板全部是平丁 但是它有做一些造型 還有做間接照明 過來我們看 全是木地板也是裝潢的 還是說標配 對 那都是我們裝潢另外一座 裝潢另外一座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你說這個是四改三座 有三間房間嗎 對 三間房間 私領域的部分 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客位的部分 哇 這個客位怎麼感覺 那邊有一個窗戶的樣子 它有個對外窗 所以感覺這邊通風或採光 特別好 三建築的 有一個乾濕分離 跟TOTO的馬桶衛浴 接下來 公領域的部分都看完 我們先看一下私領域 你先站在這邊 這是我們的小房間 這是你的小房間 這是你的小房間 已經規劃到小孩了 哇 還沒結婚吧 對對對 已經規劃到小孩 你看人家這個看了 這個大小大概 次卧的部分大概是剛剛好 因為現在的房型 如果說不大 我真的建議大家一定要做裝潢 因為有些人他沒有 他把錢省下來沒做裝潢 到時候他會發現說 他很多空間都沒有利用到 有點可惜 可是你看他這個做好 剛剛好可以放一張 這麼大的雙人床 而且還配了 對啊 七尺櫃都做好了 你看 哎呦 這還可以躲一個人 下次我 如果是我就躲在 我就躲在裡面就好 然後這是次卧 還有一個 這個是客房 其實這一間跟剛剛那一間差不多大 這間沒比較小 所以他兩間都是屬於次卧 對 結合建設的品牌 其實規劃得非常好 然後他的空間都 房間都規劃得很大 我會說有一間房間很小 整個房間很長 每個房間都比較均衡 其實都已經可以放定尺寸的房 只是我們的食品物質規劃上很長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通常這種房型如果是客房的話 有一面窗就會對後陽台 對 採光就會受影響 但是剛剛那個客房 他沒有對後陽台 他一樣是對外窗 所以採光也會比較好一些 這一間蠻大間的 也是雙人床 所以兩間客房全部都是可以放雙人床 而且還有一個六尺櫃 還有一個梳妝台 那這一間要給誰住的 這間給家人住的 給爸爸媽媽媽住的就對了 或者是我住這一間 你住這間 那主臥室咧 給爸爸媽媽媽住 唉唷這麼孝順喔 所以這間就是主臥室 主臥室 我們來看一下主臥室 主臥室 這真的是樣品屋的Fu 然後過來 大概是這麼大 這邊有一個八尺櫃 做了一個八尺櫃 然後床頭櫃都做好 還做這種渡太條耶 都有直接 很有質感耶 很像在住飯店喔 這個整個質感這麼好 是不是忽然想要找個男主人 可以考慮一下 好男人 好不好 最後來看一下主臥室的衛浴 這個也是很重頭戲 就是 它是一個三件組的 搭配浴缸 而且它有兩面開窗耶 對 重點是它兩面開窗 浩島的採光都會非常非常的好 這兩面開窗呢 如果是可以打拍的話 女生比較不方便 像我就不怕 露給大家看都沒問題 對 你說你這個買多少錢啊當時 換一下林同裝潢 裝潢的話 一瓶是23萬 23萬還含裝潢 對 23萬還含這種裝潢 這裝潢不是就要200萬去了嗎 差不多 這樣所以一瓶不到 不到23萬的意思 對 那你怎麼會買到這個價錢 平時有在關注 可是現在我聽台中港已經都 漲到一個35-38萬去了 現在還找得到這種二十幾萬的房子嗎 現在如果對鞋盒建設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看我們的鞋盒豐富 你說現在旁邊正在蓋的那個 我們現在就是鞋盒的第一期 這個重化學第一期 然後目前正在銷售的是鞋盒的第二期 認識這個建設公司 或代銷公司的人 就是有這個好處 多虧了小當家幫我們引建 那我們有機會常常來看這種新房子 所以可以看嗎 可以 可以看 還沒蓋好要看什麼 樣品屋 對我們有規範樣品屋 樣品屋可以拍嗎 你確定 可以可以可以 現在前銷鐘 前銷鐘可以看 所以我們先去看一下暗場 就是建案的工地在什麼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什麼地方 這個社區非常有名 連月鋸 據就是連月的第一期嘛 對沒錯 據說現在就是二手拋出來賣的價格 也非常的可觀 對 那我們站在這邊望著它是在幹嘛 這就是你剛剛講的二期對不對 對這二期 要什麼協和豐富 協和豐富 然後隔壁就是我們剛剛參觀的 一期 一期 所以現在重化區如果說有新的房子 比如說像連月或者是遠雄 現在不是都開到三十幾萬嗎 對 結果這個還有二十幾萬 對 因為協和建設它的土地購買的時間不少 所以其實它是土地的 遠雄也很早 遠雄 連月也很早 我覺得這是策略的問題 它就是保家的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 比較容易買到房子 針對手購族也是 那你也是手購族的嗎 對 手購族比較輕鬆有機會買得到房子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它現在大概蓋到三樓 二樓三樓而已 二樓還沒封頂 所以你說有樣品屋可以看 現場我們直接在中心有樣品屋 接待中心在什麼地方 在旁邊 這樣就在旁邊這樣看過去 就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有跟經理說了 有 那我們就實際到樣品屋那邊去看 當作自己家 當作自己家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模型的部分 這個是模型 所以 一騎的話 因為我們是 一騎的話就是我們剛剛看食品屋的位置 那現在模型已經測掉了 這邊本來也有模型 對 然後這個是現在要賣的 正在請銷中的 正在請銷中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站的那個 看過去的那個 那個20米的道路 叫港興五路 對對對 然後進去以後 這個車道是在這邊 港興五路這邊進去 對 然後我們的大廳 是做雙面採光的 然後也是從這邊去做建築 大廳在這裡 所以它上面很多 露台 露台戶耶 其實我還蠻喜歡露台戶的 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它顏色是做這種比較內斂 然後深灰色 深灰色系的 OK 所以下面也有店面喔 對 我們規劃了八間的店鋪 然後前面的話 我們都有退縮到將近20米 所以它的人行道 它就可以做到2到3排的路 這邊有退縮啦 所以這邊可以散步 那這邊就連樂鋸了 這邊就前半段就是連樂鋸了 連樂鋸 然後我們轉過來這邊 看一下 這邊是40米的連鋸路 40米 這邊是40米比較寬 比較大的那條路 對 做了很多雕像耶 像一個小公園的公園 真的 那邊就沒有了 這邊就是你家 對 OK 好耶 有樣品屋可以看是不是 對 有 我們直接去看樣品屋好了 好 這怎麼跟連樂是一樣的 對 這個也是鳥屋嗎 我們這一樓的公社 我們有做記憶國屋書店 因為我們現在是主打月讀 就是希望不管是大小孩 都培養月讀的 所以公社也有這個 有 我們都會很大一間 所以你們現在有幾個 幾個樣品屋可以看 目前的話 我們這個要兩間 一間兩房一間三房 一間兩房一間三房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哪一間 所以一間是兩房 先看兩房 我們先看一下格局圖好了 27坪的兩房 27坪的 他就是進來 這個已經是現在比較主流的一種蓋法 進來了以後 就是廚房跟客廳 它是合在一起 然後有一間房間跟一間房間 就兩間房間在左右 大概是這樣 有一個陽台 來看一下 一樣是配三星的電子鎖 對 跟你那個房子是一樣的 沒錯 你把密碼都跟我們講了 來進來 直接進來 這邊就是現在 哇 現在頂克族的最愛就是這一種 我們這次規劃很大面的落地 等一下等一下 一定要先關起來 等一下被經理看到我們在這裡偷路 先給大家看一下 全景 這座透明的是怎樣 裡面落影落線 對 這是我們那個 樣品屋是這樣 樣品屋是這樣做 對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進來以後有一個玄關區 那這個玄關區 其實以現在來講 也算是很多現在建案都會這樣蓋 沒辦法做到落成區 因為現在這個是幾坪的房型 27坪 27坪的兩房 大概也只能這樣做 然後旁邊就可以做你的放鑰匙的啦 或者是 那它的門之後會開在這裡嗎 對 這是我們的主臥室 我跟大家講 它的門開在這裡有個好處 就是你的這面牆會往外延伸 因為有一些房子它的門開在這邊 那你開在這邊的時候呢 這個電視牆就變得很短 然後這邊又延伸出來 那它把門往外延伸呢 你等於說你的電視牆就變大 但是就是進來了以後 它的鞋櫃這一區就沒辦法做長 就只能做這樣 那看大家各位的這個感受是這樣子 然後鞋櫃你們坐在這邊嘛 那這樣子已經看完了是嗎 好結束了 沒有 稍微繞一下好嗎 還沒看耶 現在看一下 它這個雖然是兩房的房型 但實際上它的面寬也夠 這個大概有兩米半到兩米八左右 有到三米嗎 差不多 所以這台電視太小 這55吋 太小台 至少要放個70吋 不夠大氣 要看電影不夠爽 所以它客廳大概是這樣 進來的時候其實它蠻開闊的 那很多人就會說 現在這樣子不是就是 穿堂煞啦 或者是有那種風水上面的問題 我跟它講 我基督教了不行嗎 我年輕人我不怕這個不行嗎 對不對 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那你不喜歡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小玄關嘛 看怎麼擋煞 問老師就知道 不要閒東閒西的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進來了以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廚房 餐廳 對 廚房跟餐廳是合在一起的 對 我們也是客餐廳合併 那我們這次是做 林內的三級 林內的三級 還有配櫻花的這個耶 對 微波爐耶 配石英石耶 對 哎唷 升級了 全部的建材都有在升級 全部建材升級 都比我家的還要好 都比你家還要好 好像有一點在暗示說 可不可以幫我升級一下 對 那這個陽台也是1比1大小了 對 這次全部都是1比1大小 大概是這麼大 這個也是標配嗎 對 這也是標配 我們一定會有洗衣槽 好像最早把這個東西 帶到整個重畫區的那一家 把所有的 沒配這個都不行耶 是不是 現在所有的 好像都變成有這個 洗衣槽 大概是這樣 工領域的部分 大概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樣品屋的裝潢 所以到時候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樣子 也可以 根據你的喜好去做一個修改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客房 這是客房嗎 這間是我們的主臥室 這是主臥室 那我們先看客房 客房就後面這一間 對 鞋櫃旁邊進來 可是他為什麼客房有廁所 我們的門在這裡 門是在這邊 所以這是工位的部分 對 所以你現在站在廁所的門口 對 這進來了以後 一樣是配偷偷的衛浴 對 三建築都是偷偷 唉唷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洗澡台 是規劃在外面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小當家的房子也是規劃在外面 這樣有什麼好處 就是你在刷牙洗臉的時候 裡面要拉屎都是分開的 你可不可以文雅一點 要上廁所都是 要尿尿的時候可以直接 我要洗澡的時候也可以 就是三建築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分開這個小房型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 然後這一間是客房嗎 對 這客房怎麼感覺像主臥室的大小 真的很大 真的耶 我們的兩房是整個重劃區 目前規劃空間是最大的 兩房目前是重劃區規劃最大的 對 你說室內嗎 還是說屏宿 房間的大小 房間室內的大小 所以說屏宿做的特別好 因為它這樣子的規劃的方式 把它三等份 它就沒有走到的空間 完全沒有走到 完全沒有走到 但是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大家可以 如果有些人喜歡走到的話 怎麼辦 假花一些錢就有了 平宿是買來的好嗎 不是建商送你的 大概是這麼大 空間非常大 可以放到KING SIZE的床 旁邊這邊的話 我們把這椅子撤掉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按摩椅 喔 臥室拿掉變成按摩椅 就對了 不用找什麼按摩椅 你找一個男朋友 就可以每天幫你按摩了 對不對 最後我們就是要來看這個 主臥室 主臥室它一進去呢 其實它規劃了一個 每個女生都很喜歡的 夢幻的 看一下 哇 我們這間有這樣一間 平大的空間 對 也是整個通話區 目前沒有規劃到 那麼大間的兩房 目前的兩房都沒做到那麼大 對 這個空間 比較稀有的 就是女生進來就直接買單了 看到這個就買了 然後房間的部分也非常大 大概這麼大 超級大的 所以它可以放一個KING SIZE 再加兩個床頭櫃 而且它這個窗台也做低台度的窗台 到這邊 所以早上起床的時候 它是看這樣 看出去是整個 每天都被陽光曬醒 每天都被陽光曬醒 不是被夢想叫醒嗎 哇 早上起來 看著電腦 然後吃著麵包 喝著飲食下午茶跟咖啡 欸 這種生活多好啊對不對 是很多女生都喜歡這種生活 對 真的嗎 現在那個 現在什麼 很多女生都需要一個自己獨立的空間 獨立的空間 那個 倉庫可以給你使用 夠獨立的 反正就是 現在因為 慢慢的大家都喜歡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很多人都出來買這種 比較屬於小房型的部分 那因為 現在市區的小房型 賺錢直接問我們小當家就知道了 欸 現在市區那兩房的一房 一房差不多 一房差不多 便宜的50 然後又貴了大概70左右 喔 70啊 上次說有的買兩房的就要 2000多 2000多萬 欸 但是地點不一樣 我們不能這樣子比較 但是就是說你要買到那些地點 你要付出相對的代價 如果說你又想要有私人的空間 又要負擔得起 其實 台中港現在很多人 喜歡來這邊 的原因是這樣 而且現在工作型態也 越來越不一樣 有些人在家裡就可以運作啦 對不對 像有些人在家裡就是 可以直播就帶貨啊 像昨天不是有一個什麼 直播帶貨 一天就六千萬元 你有看喔 八卦 那個什麼床墊燒一燒 就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工作型態不一樣 所以不要再用距離 或者是什麼 來評斷每個人 因為每個人工作狀況不同 我那個離什麼 離哪裡很遠 我沒在那邊工作 干我什麼事 我的工作就是 比較自由嘛 或者是甚至像家家的工作 就是在重畫區裡面嘛 所以用走的就到了 多開心啊 從那邊走到這邊上班 那今天很感謝我們家家 幫我們特別安排 這個案子叫什麼 邪和豐富 不要念錯了 念到別間去就慘了 邪和豐富了 幫我們安排一下 然後小當家的朋友 小當家自己本身做房地產業的 所以他朋友也都是房地產的 下次有沒有那個法拉利 或者是什麼的朋友 順便來介紹一下 我們就可以撕開到法拉利 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分享 這個房子 本身的主人 我們剛剛有聽了家家 稍微分享一下 他本身是桃園人 住跟我很近耶 真的是相見恨晚 沒辦法 這真的是難過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 桃園怎麼會想來這邊工作呢 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 都會很想要到台中 是因為台中的比如說 天氣啊等等 天氣比較好 對 我還以為很多年輕人 喜歡來台中 是因為台中有金錢爆 所以這就是說 台中工作機會 還有他的生活的環境 比較好 然後大家比較喜歡這邊 所以很多人會跑來這邊 所以你也是其中之一 你覺得這邊的工作環境 比較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 工作機會更多 學生更多 那我們桃園是找不到工作嗎 桃園也找得到工作好嗎 其實很多的建設 都已經往中南部發了 他也來啦 彈虹也來啦 美雄啊 還是各個建設 警衛建設 這個房地產是這樣 因為他本身是 是代銷的公司的業務嘛 所以變成說 他會逐水草而居 看哪邊的水草豐美 你就跑到那邊去對不對 現在台中確實是比較熱 在全台灣看下來 北部其實蠻飽和的 那中部的部分 現在大家都在開發南部 中部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樹地 還在開發當中 那你既然是做房地產的話 一定是看哪邊市場好 你就往哪邊走 既然來了 很多選擇啊 你遲得講 很多選擇 你為什麼就選擇這裡呢 這旁邊不像你這種漂亮的女生 會想要的 旁邊應該要有百貨公司 要有老虎城啊 怎麼會選這邊 其實只有這邊房子 我買得起 只有這邊買得起 很多地方都買不起 現在這句話 如果從一般的這種 年輕人的口中講出來 我就覺得有一種淡淡的哀傷 但是從代銷的角度 或者是中介的角 嘴巴裡面講出來 我就想要怕人耶 你知道 所以現在大家買房子的時候 其實他的整個壓力會比較大 比較升高 那剛好有一些新的區域 像這裡就是比較新的區域 雖然喔 我覺得他也漲了蠻多的 因為我見證過十三四萬了 現在那個隔壁案子說開三十八萬 不是開啊 是成交 嚇人自己去十家登入場 三十八萬 從十幾萬到三十八萬 你就是覺得說 怎麼漲這麼多 我是不是會當最後一隻白老鼠 對不對 但是整個大台中地區來看的話 可能還是整個價格的低挖點 是不是這樣子啊 問他比較準 聽死房仲說的不準 聽死房仲說的不準 其實就是整個台中區嘛 目前其實還離海縣的 三字頭的 二字頭的比較多 但是在離南屯區那邊 基本上你看不到三字頭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要買到全新的房子 對 除了這一區 連屋日都四十幾萬 連屋日都四十幾萬 除了這一區 你大概買不到二十幾萬的房子 你們這個案子現在目前開價多少錢 大概二十五萬上下 二十五萬上下 好啦 聽你講這些當然代銷講的內容 我們就是聽著聽著說 知道就好 現在已經公開了嗎 這個案子 我們目前已經公開了 那現在是在潛銷的階段嗎 現在還在潛銷 現在還在潛銷啊 所以速度動作要快 要買便宜 所以你說排價二十五萬 也就是說潛銷有可能比二十萬低的 目前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我還以為說目前還單身 目前還有機會 反正就是來這邊看 看完以後再討論看有沒有需要 當然我覺得買房子很重視個人的需求 如果說你的工作呢 地緣上面跟這個區域有關 或者是離這邊沒有太遠 甚至是跟我一樣 是屬於自媒體 或者是一些做網路拍賣的 你沒有這麼需要台中市區的那些機能 或者是台北市的機能 那其實這邊你也可以來看一下 至少不管怎麼樣 這個地方是我們相對比較消費得起的房子 是嗎 是這樣嗎 除了就是機器很低 還有它的發展就是建設 機器很低是說相對低 但也沒有很低了 現在也都漲起來了 但是就是相對來講 它還是我們相對負擔的起的房子 而且又做那麼漂亮 真的是 又跟家家當鄰居是不是 又離我老家 彰化路港又近 開西濱快速道路也近 這個交通上面這邊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假設說 要來看這個房子的話 在遣銷應該還有些優惠的 可以直接來找家家 或者是到現場來看 那如果說 你是最近買了我們台中港的房子 甚至是跟他是鄰居的 那一期的鄰居的 也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一起來分享你為什麼買這個區域 那我們如果說最近有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 也歡迎找小人家 那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浴室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發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地板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常年關閉 自能除濕機 功率只有65瓦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 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廚師機都比較大台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很奇怪 放一下 放在廁所裡面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美觀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